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预兆地冒了出来 虽然张世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总是会想一些有的没的 但这一切却是他无法阻止的 他心中忽然想到 然息如此就像是人 人的一生也很漫长 也许也会去穷极一生追求某一件事物 人把这种追求的目标叫做梦想 那么梦想真的会实现吗 会不会我们用尽了一生 却依旧无法将梦想攥在手中 我又在想什么呢 危急关头张世飞稍微愣了下神 便马上意识到了 现在可不是想这些话题的时候 于是他敲了敲脑袋 整理了一下心神继续观察 现在这个形势之下 那初一哪里还有方才那股不可一世的狂性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人和妖怪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下一秒到底是地狱还是天堂 前一秒初一还在天堂之中 仿佛整个人间都被他踩在脚下 可是后一秒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傻子 他一直以为 只要窥探到了别人的思想 那就已经代表着 胜利的天平已经倾向了自己 可是他哪里知道 思想这玩意儿 远远要比他心中所想的复杂呢 逃避 正是燃戏的逃避 才造就了出于现在的悲剧 他此时如同外溢石身一般 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 都在忍受着剧烈的痛苦 特别是那股黑色的妖气 就像是一把剪刀在他的体内乱脚 使他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此时的他 就好像从国王变成了哈巴狗 只见他跪在阵中 不断地向那燃熙祈求 母亲 求求你 救救我吧 我知道错了 真的 我好痛苦 杀了我也好啊 求求你 燃熙趴在地上苦苦地笑着 然后对着那初一无礼地说道 已经晚了我的孩子 如果我现在没有受伤的话 也许 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阵法已经启动 我的愿望也破灭了 再过一会儿 阵法就会因为你的错误操作而失控 到时候 跟我一起上路吧 孩子 我对不起你们 也对不起那个人 什么 燃熙的话虽然很轻 但是却一字不落地被张是非听在了耳朵里 阵法失控 上路 这听上去怎么有些不对劲呢 靠 会不会这个狗屁阵法也跟崔先生他们搞的那个一样 如果失控的话 就真的会爆炸呀 想到了这里 张是非便再也无法淡定 到底会不会爆炸 如果爆炸的话会产生多大的杀伤力 梁月儿他们会不会被波及到 种种的疑虑让张是非再也无法淡定 只见他也顾不上什么了 双脚一用力就跳了起来 然后不由分说 指着那燃熙大喊道 你说什么 说清楚一点 这个阵法失控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燃熙微微一愣 身处于阵中的他 无法感应得到外界的妖气 初一也是如此 所以即使张是非现在浑身一直都冒着蓝光 他俩之前也没有发觉 初一此时疼得满地打滚 哪还有时间去在意这个 而燃熙也是万念俱灰 他见到张是非忽然蹦了出来 也没太惊讶 只是十分虚弱的对他讲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启动阵法的时候 想的是自己的心愿 也就是能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恢复青春 但是后来 现在这个阵法已经快要崩溃了 五百只卵腰的力量 连同着月光的精华之气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 就像是这些树木一样 而且这股压抑已久的气爆发的话 估计这个小岛一定也保不住了 我靠 真的是这样 那阵法之中的妖气不停的外泄 张是非不由留下了一行冷汗 他舔了舔舌头 心中想到这阵法还真的会爆 妈的 这可怎么办 要知道自己现在如果变成孔雀的话 完全可以逃脱 留住性命 可是梁月儿和傅雪涵两人却不行 如果自己抛下他俩跑了的话 那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不行 一定要想一个别的办法才行 于是张是非便对着然希喊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吗 就当是我求求你帮我 就当是再帮一个和你一样苦命的人 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 然希一听到苦命人这仨字以后 脸上又露出了一丝苦笑 只见他用尽了全力 将头转了过来 在月光的映照之下 阵法之外的张是非满脸的焦急 想想自己曾经也有过这般的模样 都是苦命人 想想自己这一生一直追赶着幸福 但是追赶幸福的途中 双手在不经意间已经沾满了血腥 杀身结万劫不复 多么可悲的命运 燃希闭上了眼睛 反正自己已经绝望 没有了未来 不如在这一生之中的最后时刻帮他一把 也算是自己的忏悔吧 于是他便挣扎着对张是非说 你 我其实真的很恨你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落得今天的这个结局 不过 我还是帮你吧 反正 一切都不重要了 怎么能不重要呢 大婶啊 张是非都快急死了 眼见着那腰阵的外围 也就是五百枚腰卵结晶所发出的乌声越来越大 似乎这阵法马上就要失控 于是他便来不及再说什么场面话了 只是对着燃希焦急的喊 是 是我对不起你 我死没关系 但是求求你 只要让那两个女人没事就好了 求求你帮帮我吧 两个女人没事就好 燃希叹了口气 那好吧 我就告诉你 如何破坏这个阵法 希望你刚才说的并不是谎话 说吧 那燃希便断断续续的将如何破坏这月煞十二天 干之阵的方法告诉了张世飞 原来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一说 就像是一个公式一样 天道如此 命运如此 人生如此 当然了 阵法也是如此 不管什么都是有弱点的 燃希说 这月煞之阵虽然能够引下最纯粹的月光精华 但它同样不是完美的 它的关键所在就是那卵腰结晶 如果想要破坏这个阵法的话 就要先破坏掉卵腰结晶 但是现在阵法已经成形 普通之法根本无法将其撼动 张世飞如果想要破解阵法的话 是有两个办法的 第一个 是用尽自己所有的气力 以一点作为攻击 将那五百个腰卵结晶打到天上去 这样的话 即使是阵法爆炸 也不能伤及无辜 最多只能造成一个异常的天象而已 但是这有些不可能 即使张世飞现在的腰气不弱 但是要撼动 这五百枚腰卵之力 还是有些渺茫 所以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的话 那就只有第二个了 其实第二个方法很简单 只要用自己的肉身撞击 冲入这阵中 自古以来 人血既是一种灵脉 修道之人以血为言 以血通灵 就能够完成许多奇妙的事情 而这人血 也是破解腰阵的一种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带来的却只有死亡 因为凡人肉身之躯 进入这腰阵之中 无疑会被这强大的腰气撕扯的支离破碎 可以说 如果想要真的破解这个阵法 只有牺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自己的生命 张世飞愣在了那里 也就是说 我会死吗 死亡这一词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似乎 从踏入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开始 他的脑袋就一直被别在了裤腰带上 和卵腰干架 哪一次不是死里逃生 所以久而久之 张世飞对这一词语似乎已经产生了抗体 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 反正自己不也还是活下来了吗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了 这一次是要送死 没有任何的机会 没有任何的余地 只要冲入阵中就支离破碎 然后告别这个世界 忽然就面对了死亡 张世飞和寻常人一样 一时间都无法接受 但是他却要必须接受 虽然他对这个世界有万般的不舍 虽然自己死了以后 就再也无法见到家人 见到朋友 再也见不到梁云儿 但是这也正是他义无反顾的理由 要是自己不这么做的话 那梁云儿和傅雪涵两人就会因此而相消欲云 对于这种取舍 张世飞之前已经面临了很多次 从在营州开始 一直到最后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面对着死亡 就会动摇而不负责任的男人 想到了这里 张世飞竟然异常的镇定 只见他握紧了拳头 然后对着燃熙说道 明白了 我会先拼尽全力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会用生命去终结这一切 你 你当真不怕死吗 张世飞苦苦一笑 其实说起来 早在那话中的时候 我就该陪着我的爱人一起死了 但是我却苟活了下来 感受到了什么是痛苦 什么是孤独 什么是一往无际的绝望 但是我很庆幸 每个人都会有死的那一天 而我能选择我死亡的方式 为了最爱的人 纵死何妨 最后一句话 他是喊出来的 只见他喊出这句话的同时 一攻腰 然后将双臂交叉在胸前 坚持了两秒左右 只见张世飞猛的挺身 并将双手向着两旁一甩 顿时浑身的仙谷之力燃烧到了顶点 张世飞一摆手 只见身后的蓝芒之中 一只气体形态的孔雀震翅飞出 在张世飞的头顶之上不住的盘旋 张世飞准备拼了 可就在这时 只见那阵法正中心的初一 忽然爬起了身 然后他神情歹毒的望着张世飞 也不知道为何 此时他浑身竟然不抖了 虽然此时的他依旧像是一个大皮球 而且脸上也已经血肉模糊 没有一块好地方了 但是他却像是没事儿一样的站了起来 张世飞皱了皱眉头 心想难道这是回光返照 张世飞见着初一的眼神 似乎不怎么对象 现在的他可真的不想再惹什么麻烦了 于是他便冷冷的对着那初一喝道 你已经输了 彻底的输了 我劝你还是好好地待着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解脱 可是哪儿成想的初一却笑了 他确实是回光返照 此时他的身体内部已经被种种妖气破坏的 就好像是一锅乱舟似的 但是他却并不觉得疼痛了 似乎疼痛的神经也已经坏掉了 就在疼痛消失的那一瞬间 他的心中却又涌出了一股莫名的愤怒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还是得不到好下场 为什么还是功亏一会 最后像是一个可怜虫一样的死去 不 这种平凡他受够了 他无法忍受这种死法 特别是听到了张世飞科燃戏的谈话以后 他便再也忍不住 只见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但是他的身体此时已经如同一滩泥巴一样 刚一起身 双腿咔嚓一下就断掉了 只剩下了两只膝盖骨支撑着圆滚滚的身体 但是他却依旧不以为然 只见他对着张世飞嚎叫着 解脱 现在跟我说解脱 已经完了 既然事已至此 那么我才不会给你机会去阻止 既然要死 那我也要拉上所有人陪葬 说吧 这初一竟然不顾腰阵的阻拦 起身就向外扑了过来 离开了阵心 腰气便肆无忌惮地开始腐蚀他的身体 但是这卵腰初一却浑然不觉 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地腐烂 就好像是被淋了硫酸一样 但是他却依旧没有停止 转眼就冲了出来 在他离开那腰阵的同时 只见他那好似气球一样的大肚子 砰的一声就爆开了 浓水飞溅而出 而那卵腰初一似乎很畅快的模样 只见他冷笑着说道 现在舒服多了 确实 他的肚子爆了个大窟窿 浑身的血液喷涌 连同这绝大部分腰气一起喷涌而出 这即将死亡的初一感觉到了一阵轻松 虽然血液已经快要流干了 但此时的初一却并没有死 可能支持他的只有那股不甘心和绝望所产生的疯狂 只见他张开双臂 然后现出了自己的圆形 他的圆形很是恶心 身体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那血肉模糊已经分不清五官的脸上 忽然冒出了一只硕大的眼睛 好似排球一般大 上面布满血丝以及阴毒 那只眼睛狠狠的瞪着张世飞 初一二话不说 就向张世飞扑了过来 看来只有杀了他才行吗 张世飞咬了咬牙 见着初一已经疯了 自己便也没有了退路 他弯腰捡起了地上的唐刀 然后顺势猛的向他迎面而来的初一 劈了过去 这一刀狠狠的跺在了初一的肩膀上 张世飞此时的力量不容小事 包含了仙古之气的唐刀 就像是砍豆腐一般 顺势就卸下了那初一的一条肩膀 但让张世飞惊讶的是 这初一的攻势却并没有停下 可能是那初一此时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痛了 他就像是一个怪物 接受了强大的妖气的怪物 虽然那妖气让他无法承受 但毕竟还是被他吸收了一些 这些妖气就是最后支撑他生命的筹码 外加上妖气之中混合了月光的精华 所以他的身体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从而变成了这么一个恐怖的东西 虽然张世飞一刀剁掉了他小半个身子 但是他却依旧满眼阴毒的扑在了张世飞的身上 只见那断肢之处肌肉涌动 好像是虫子一样恶心的肉眼再次涌出 就好像是数百条毒蛇缠绕在一起 张世飞只感觉到一股怪力砸在了自己的身上 而他也就不由自主的倒在了地上 他胸口一闷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同时堂刀脱手而出 那初一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 甚至失去了思想 现在的他全凭着临死之前的怨念 形成的本能形式 此时的他就是要杀掉张世飞 反正都是死 他要让阵法失败 然后尽可能多的拉上一些家伙一起死 硬的怕不要命的 不要命的怕没命的 张世飞本来已经豁出去了 准备最后一搏 可是不想这初一竟然在死前狂性大发 想要让所有人都给他垫背 这还得了 于是张世飞便顾不上疼痛 他倒在地上的同时 立马挥舞双拳 左右开弓 向那初一的眼睛打去 可是却没有成功 只见那初一本能的伸出了怪手 那些肉眼将张世飞的双手紧紧的缠住 让他动他不得 纵使张世飞用尽了全力 却依旧无法挣脱 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一块大石头 死死的压住了一般 张世飞情急之下 只好一咬牙 然后呼唤了半空之中 那仙谷形成的孔雀帮忙 蓝色的孔雀之气迅速落下 轰在了初一的身上 不断的撕扯着他的血肉 眨眼间那卵腰初一已经不成人形 但是他竟然还没有死 张世飞依旧没有松手 心中顿时感到一阵不妙 于是他不断的喊道 松手 松手啊 就在这时 忽然那月煞十二天干之阵 发出了阵阵刺耳的声音 那五百枚腰卵结晶形成的光环 竟然变了颜色 白光不再 反而慢慢的变灰 而那十一枚腰卵结晶 也开始剧烈的抖动着 他们所发出的光芒开始混合 空气似乎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四周的花草树木迅速的枯萎 转眼又冒出了心牙 然后再次枯萎 似乎这腰阵的气 已经开始失控了 可是呢 除以凭借着仙谷之力的撕扯 却依旧没有松手的意思 似乎张世飞的力量 让他恢复了一些理智 他脸上的那只巨大的毒眼 已经被张世飞的仙谷撕烂 一股恶心的枝叶喷出 最后只留下一个 好像无花果似的孔洞 只见他用一股好似 诅咒般的恶毒语气 对着张世飞 沙哑地说道 想要牺牲自己去撞的阵法 不可能了 看哪 那个阵法已经要完了 死 跟我一起死吧 全都跟我一起死吧 你谁都救不了 连自己也救不了 咱们都一样 只不过是可怜虫罢了 张世飞此时心急如焚 可奈何却一动都不能动 自己的仙谷之力 不断地轰在初一身上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怕 因为本来他就要死了 死早一点和死晚一点 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了什么区别了 这种关键时刻 张世飞又该怎么做呢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